好 我們回到第二節了 好了 我們都是不厭其犯 大家都是要subscribe我們的台 另外多些去share我們的節目 因為我們subscribe人數都不錯的 但是要繼續努力了 我們追著這個一萬的subscribe人數 大概是希望連底都做到了 大家多多支持 因為廣東話的軍事頻道其實是很難做的 因為我們做到這麼專門的 所以大家多多支持 可以讓我們接下來會做好一些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可以多些主持 多些budget 可以做多些 我們就未必可以做到 去到軍展 做直播 我想我們跟其他台不同 我們就未必做到了 就是這些位置 但是大家都盡量可以支持一下 課金可以課到金 都明白這些時候是難的 剛才說了我們有一個patreon的account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都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的account 每個月印象中不是很多錢的 支持一下我們吧 我們都會放一些不同的專題在裏面做的 好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了 第二節 第一個我們要說到 現在中國這邊 它在南海那邊其實有些動作 現在其實它 因為它已經有一個叫做三沙市 其實這個是一個地級市來的 中國大陸和城市有分級數 其實我是很基本易吃的 因為我跟朋友聊的 基本上有三種 一個叫直轄市 直轄市包括北京上海 重慶和天津 我沒有記錯 直轄市是重慶天津 北京上海 四個地方 重慶是最新的那個 重慶是很大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謎 這個謎就是 為什麼廣州不是一個直轄市 這麼重要的地方 這個Simon好像知道一些東西 這個不要說 我們只不過我一直都覺得奇怪 為什麼廣州不是一個直轄市 這麼重要的 是中國的南大門來的 自古都是一個貿易的重鎮 反而不是直轄市 這個Simon在Patreon說 大家都會猜到一些的 廣州不是直轄市 廣州叫什麼呢 第二級就是叫做地級市 地級市就包括很多不同的首富 廣州是其中一個地級市 我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地級市原來裡面還有細分 那些什麼叫副省級市 廣州應該就是屬於這個負散級市 是 它最細分的 感覺好像看電影一樣 有2A級和2B級 然後最後就是軟級市 就會再細一點 如果我說錯了 大家就不要說了 我真的不是很 就是相當熟悉的 我只是一個基本形式而已 但是它就這樣分了三級的 那大家平常常說的 一線城市、二線城市 是不是 其實我們說的一線就是 那當然剛才我們說的 北上廣深那些 還有一些直轄市 那另外就應該都是說 剛才地級市裡面 通常都是首富 五一六左右 三沙市大概 就是那時候建立了 那就是南海 那三沙市 那三沙市就分什麼呢 就分西沙、中沙和南沙的 那中間的三沙市 其實當時它應該擺海南省的 那現在就將它伸延出去 就一個叫做西沙區和南沙區 那三沙市原本管轄都整個南海的了 那現在就再細分 那麼一個就管西沙 一個就管南沙 西沙政府就放在永興島 南沙就放在永暑礁 那永暑礁呢 在大陸的國內的說法 應該叫永暑礁的 現在變成了一個島 它已經不是一個礁來的了 現在變成了一個島 但是上來永暑礁 它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了 現在在整個南沙那邊 很大的了 主要是一個中濕 那麼如果說起西沙那邊 大家要明白西沙那邊 就有兩個國家的 一個是越南 一個是中國 那麼中國就佔據了一定的優勢 在西沙那邊 那麼基本上就你看到永興島 都是一個很實質的部署 那麼主要是因為上面 有些很長的飛機跑道 大約三千米左右 那麼變成了起落的 例如轟綠那些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麼就是我們放一些殲11上去 這裡沒有問題 那麼現在永興島呢 上面就應該是 叫做常規部署只有殲10日的了 那麼所以就永興島呢 理論上的空軍打擊力量都不是小的 那麼現在轟綠就未必那麼快進駐到永興島的 如果轟綠都進駐到永興島呢 那麼就叫做越南的北部就是它的打擊範圍 理論上都差不多打倒越南全景的 因為它再加上是長劍10個 那麼另外呢 如果南沙那邊呢 就主要的國家對峙就很多了 比如是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泰國就不算了 那麼這些國家 越南 這些國家其實對南沙都叫做claim有控制權 但是現在看回呢 越南好像有點反制 越南有點反制 我覺得西沙和南沙這個部署有點像什麼呢 有點像我們剛才說的關島 是一個全員部署的動作 就是將它的控制範圍向前更加推去南海群島那邊 那麼基本上現在它放了西沙和南沙的管轄區 如果政治上歸你管 那麼軍事就是它的延續來的 所以軍事上一定會放一些東西上去 其實這樣說呢 就和當年呢 習近平應該答應了這個 上一個總統奧巴馬 答應了其實南海是一個非軍事化的地方 但是我們都說了港是這麼說的 但是它一定不會這樣 如果你想想用幾百億去弄這麼多島 然後上面就是拿去觀光 上面就是拿燈塔 所以它一定是有些軍事用途的 所以當中呢 大家明白呢 如果你建了這麼多錢去島 那些島上面呢 也都放了很多不同的武器 那就主要會放了些什麼呢 放了一些反彈飛彈 鷹擊 鷹擊18 另外呢 也會放一些雷達 這個大家都明白的了 那麼雷達上面呢 應該呢 我們經常說探測這個隱形戰機 那他們說呢 是探測到F-22的嘛 還有探測到F-35 說是這麼說 我們很難挑戰它 這些東西 YF-27 YF-27 它們最新的YF-27A 我不知道它們有沒有那個 那個YF-27B那個雷達出來了 那就很大個魚骨的 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那麽波雷達 那麽波雷達 專門捷捉這些隱形戰機 那麽另外呢 就它們都有些防空的武器的系統的 那麽它們現在應該部署了 就是紅旗9 那紅旗9B呢 主要就是 就是對整個島礁呢 那個有效防守範圍 大概200至300公里 它們claim是300公里 我喜歡減一半的 大概150至200公里 就是那個島的範圍 那麽理論上 它都cover到某部份 越南 和菲律賓的領土 那麽叫做 如果 它那個鷹擊18呢 就真的不是 就是不安好心 因為附近大家知道 就是美軍軍艦呢 它就會自由航行的 理論上呢 就會踩到那裡 大概六海里的範圍 那麽如果踩到六海里的範圍 正正就進入了 這個紅旗9 那個的射程部署的 那麽所以呢 美軍其實之前呢 是有針對著這件事呢 就會有 就是和中國說的 就是你飛軍事化的問題 那麽大家有印象呢 就 B-52呢 在2018-19年呢 基本上南海上空都飛得很密的 周到時候來的 是啊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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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回家喝咖啡 是啊,Stand off,他很遠的射過去,Stand off就可以走了 所以如果再用了把握攻擊的話 基本上那六個盜招 我們常常說,可能大家笑聽 柱碧招,一個就叫做南昏招 一個就叫做,剛剛說過什麼 永暑招 這幾個比較主要 美濟招,其中一個 我只是認識美濟,因為他那種田招做得很有名 做得很快,做得很漂亮 哦,是,他其實每個招都有一個定位 而永暑招就是一個細三角的定位 細三角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他們在解放軍在南海有一個大三角和小三角戰略 如果大三角是永興島 永暑 和黃岩島,沒有記錯 三角就要成為一個機閣之勢 什麼叫做小三角呢? 小三角是在南沙的 南沙那邊如果有三個島 就是招逼、永暑和美濟 我記得就是這三角 剛剛是一個小三角 有些人就說是南昏 就是國一國說 上面的部署不同 像剛才我們說的火空雷達 一些紅旗狗 鷹擊這系列 就是反南飛彈 其實美國是很記憶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夠膽擦槍炒火 打到的話 我就覺得這些招很快 這些島就變回招了 這些島的目標 其實早就被人看完 要打哪裏 你在哪裏布防 你的武器、機場的運作 那些其實都被人看完 雖然它上面都有很重的防衛 但是你始終是一個島 你的後勤後援是來不及來幫忙的 另外有些朋友說 可不可以放一些蘇35進去嗎? 蘇35現在有24架 基本上24架就是一個中隊 但是我想說 理論上如果他進不了多一個中隊 就是48架 基本上沒有什麼戰鬥力的 就是做一個空中的巡役就OK的 但是你說真的要在南海打的話 其實都會問 你和越南打 都會問 所以如果這樣看 他應該要進多一個中隊 接下來看看他可不可以和普京那邊談 但是他們真的想clone一架蘇35 我看他們的樣子 就是他們不是真心想買蘇35的 所以南海理論上最利的利器就是蘇35的 但是蘇35一定不會部署在前面 現在他們的部署基地是站江 站江那邊有一個空間基地 飛過南海都不是很久的 就是大概兩小時內都必達的 但是就 理論上如果蘇35的油量呢 飛對南沙應該都沒有什麼戰鬥力的了 那這個尷尬的地方 那又不可以前沿部署 那前沿部署可能只可以擺在前11 那前16那些都不會擺在那裡的了 而前20都不會了 那這都是半途部署 所以大家明白了 那如果擺這個三沙市 現在分西沙區南沙區 就是說他現在要分兵力 一邊就主要集中對付越南 那南沙的話 都是對付越南到菲律賓 那兩個地方 那馬來西亞應該談好了數 那馬哈蒂爾應該收到他應該收的錢了 那收完錢之後呢 還說要退還不做首相 那又到下一個上 又要再談過了 那這些真是 那些政治家真是無所謂的 那些真是馬哈蒂爾真是 真是無所謂的 下一個再收多一回 收完之後再跟他拆 真是生生不息 這些生意經 那所以大家看到了 那這次大陸這個部署 我就在谷道有說到的 這裏就俗稱 賊老是沙埔 Alex是說的 賊老是沙埔 我先試一下 你看看美軍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有些沒什麼特別 我又再過分一點 那我又再加點東西 那這次應該要看美國那邊有什麼回應 那這個其實我們之前有聊天 就是我們台和其他台不同的 大家就在這裏看得出來 我們是應該用整個連起來 所有的動作來看的 就是近來的在台灣 在南海 中國不同的動作 比如說遼寧艦出來巡遊 大量的軍機演練擾台 接著到現在的這個西沙區 南沙區的所謂更加深入控制這個南海 這一連串的動作是要放在一起看的 而這個時間點正正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海軍趴在那裏 就是我們之前說西太平洋的軍力震衡 所以現在你發覺大陸 之前11-13已經說了 就是攻打台灣絕界時機 就算你不攻打台灣 以軍事角度來講 你的對家現在就真的怕大半在這裏 我想就是他羅斯福南掌那封求援信 那天開始計起 你就見到在這些地域的那些中國的部署 和他的動作就越來越頻繁 所以現在就要看了 就是要考驗一下領導人的智慧 就是怎樣處理 那你發覺如果現在西沙南沙那邊 就是現在它基本上公佈了之後 其實就要看一下 越南菲律賓和美國那邊 會不會說你這些是犯法的 就是如果他沒有說的話 就是間接承認了這些合法 那間接承認了這些合法 就是間接承認了你南海權益 就是實際控制權 這個真的是拆佬時三步 但是我們軍武器然 我們長期強調 實際有效的控制 是比這樣宣稱有效的 這個世界都是 主要是看你是否實際有效管治的地方 是的 如果你在這個角度看 就似乎它要再在南沙或者西沙那裡 就加強多一點他們的部署 但是如果真的要再加強部署的話 又會增加了那個擦槍走火的機會 這個真的會不會到時 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事 會不會吃不了兜著走 這六個字呢 就真的不知道了 暫時我們要再觀察 因為說起南海這個衝突 有越演越烈的勢頭 說起就是它附近的越南 在這個 去年開始到今年 他們都看到就是 越南經常有這個大量的漁船 是會去到海南島很近的海域做捕魚 近到多少 大家看到這裡密密麻麻 差不多去到海南島了 絕對是進入了它的12里專屬的經濟範圍圈 不是說錯 不好意思 是12海里的主權範圍圈 經濟海域是200海里的 是的 12海里基本上就是你主權是無爭議的地方 你想想海南島對出12海里 有整堆越南漁船 來這裡布船 來布漁 都擺明在你門口偷移 是啊 但是這一招其實就是反制中國漁船的招 大家都知道中國 都是南海漁獲 那些軍人就扮漁民 然後就放進去 那他們是知道漁船裡面有槍 哈哈哈哈 不是真的就是一般的船 他們只是搶去不裝機炮 所以理論上他們的戰鬥力是有的 一定的戰鬥力 往往出去的時候 又拿些漁網破壞別人的東西 試過罵了別人的一些反潛無人機 在瑞弟裡面 所以他們這招用太多了 越南用回這招反制他們 那些漁民是否真漁民 我都不知道 但是這一招對應大陸又很硬的 是啊 真的很硬的 我們又看回這幅圖 密密麻麻的 那六點就是越南的漁船 統計過都差不多600架了 已經 這件事之前我們沒有留意過這邊的新聞 原來他們的互相之間漁獲的衝突 其實是真的會 長期來說是一個火藥桶來的 是隨時會拉著的 是啊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這個位置 就會明白 現在中國在南海那裡 整個戰略的部署 如果他趁美軍 好像要撤出西太平洋 主要的軍艦的話 究竟他可以伸延多少影響力呢 現在就看他現在了 理論上他和越南在西沙也有排斗的 是 如果越南是他整個南海裡面最大的敵人軍 那麼菲律賓理論上就不夠打 但是如果美國重返菲律賓的海警基地 就另一回事了 另外要看就是澳洲 澳洲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的 究竟澳洲來的軍艦 尤其是上面如果來的 2021年真的部署了F-35B 或者F-35A也好 在本土 現在部署了F-35B更好 就是他們的壓得來得級 如果真的不小心走過來 不用很遠 在馬六甲海下附近游 都很恐怖 這個是很大的威脅性 澳洲在這個美軍的 所謂太平洋的戰略裡面 澳洲是獨當一面的 南面來說 全部是澳洲負擔的 他的力量是非常非常 他有點像什麼呢 他有點像 他的重要性就是好像 收緊那個口袋的最後一環 就是他負責勒起這條繩子了 所以他的軍事力量 一定是美國佬一定會幫你訓練到 總之如果在西太平洋的代理人 一個就是東亞的日本 一個就是大洋洲的澳洲 基本上就是兩個 剛剛守著兩個出口位 一個就是守著西太平洋去美國那邊 一個就是守著馬六甲那邊去印度洋那邊 是 如果你聯絡印度的話 其實呢 只是這三角都很難過的 你想出印度洋 那個海上絲綢之路 基本上都很難走的 好啊 那我們這個應該差不多了 講西沙這個 是 我們另外就講那個 核事爆那邊 是 我們剛才說了 我們要把所有動作 連一串來看的 上個星期就講了航母 遼寧號出來 飛機繞台 搞到美軍都經常有頻繁 這個RC-135U的電戰機 都要出來 起飛很頻繁 今個星期就是西沙區 南沙區的南海深入 接下來這個就是大新聞 美國國務院的報告 竟然就是說 在2019年開始 他們是觀察到 中國羅布泊的這個核市場 似乎有頻繁的動作出現 就在懷疑 是不是在做核市呢 是 這個羅布泊的地方 這個就是中國 傳統的核爆的地方 就是一直都是羅布泊的地方 當然大家明白了 通常你擺放這些地方 好早好早以前 核彈試爆 就是這個大氣試爆的 後來慢慢發覺核當量 其實就是一個很嚴重的污染 因為你釋放到大氣 而大家知道大氣就可以到處去 相當之危險 後來就例如你在美軍 在太平洋 就是一個馬嘯爾群島附近 都有做過核市 試過核市之後 很多地方都盡量不做的了 之前應該是1996年左右 有一個條約的 就限制了如果要核市的話 這個位置要去到零當量 當然零當量 其實如果這樣說得 差不多基本上 你要控制到沒有核輻 洩漏在地面 其實嚴格來說 應該都做不到的 基本上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捉字室 就叫做禁止了你核市 差不多 所以從數字上 就看到零核當量 基本上都不可能 一定會洩漏 就叫做 停止了所有地面 空中的一個核市 這個事情 當然這個要配合 那個核不擴散條約 當年簽署的國家 核不擴散條約 大家知道 除了我們說的聯合國 五常 安全理事會五常 五個常入國 如果是 現在印度和巴基斯坦 都叫做擁核 北韓就不知道 北韓就算有 他聲稱他有很多 聲稱有 但美國應該不理他 美國覺得那些是大炮掌 就還未叫做進入了這個俱樂部 是 另外呢 以色列呢 就從來沒有說自己有 但是全世界都覺得他有 這個是公認 北韓就說自己有 全世界當他沒有 有小度消息 他們說之前台灣都有 台灣想發展 他們聲稱有這個技術 但是最後是被美國禁止了 他們就應該當中 蔣介石是很想搞這件事的 當然 反攻 當年如果他搞 應該是比共產黨早 是 如果他搞到就很恐怖 那件事 被美國禁止了 大致上這些國家 你見到他們是融合的話 印度和巴基斯坦 印象中是沒有簽署這件事的 就是他們可以核視 應該沒有簽署 他們可以核視 他們是不承認的 他們可以核視的 這個條約呢 就有一個 退出機制 退出機制 如果你想退出的話 就大概半年時間 早半年通知了 然後就可以有一個 退出機制 那有沒有懲罰機制呢 其實就不是很溫度 變成這些都是靠大家自樂的情況 我想其實懲罰機制 只有一個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懲罰區 就是擁核最多的懲罰區 等於 以前就是 可能美國和蘇聯一起來隔離 那現在就剩下美國一個來隔離 你發覺呢 以前看金融小說 就是看天龍八博 那些惡人 奸人 這個世界是不會一個世界警察的 但是你太奸 你激怒了人 喬峰一掌打死你 所以 這樣就看喬峰 能不能有空 基本上 不會一個世界警察 這個世界警察 這個稱號就是這樣來的 很威魔 全世界撤車 所以說回這個核武器 這個情況事爆 所以理論上 現在很多網友 他們說 其實現在電腦不行嗎 電腦去做一個模特兒推演 就可以了 就是每次都要用核彈去試 抓到會不會這麼蠢 這個是不是 有很多不同的 我相信很多網站 或者很多不同的網台 都有講到的 我們今天 軍武器人要和大家 靜清這些情況 大家都可能有看過 某位非常有名的 我們號稱燈神的 的網紅 講過這個問題 其實他也有提過 這個超級電腦模擬 他覺得中國就不要執書 就是他的超級電腦 可能未到那個level 他覺得 美國可能用低當量的核武 來打我 他有這個技術 我也要有 所以如果美國有軍隊集結 我都用這個技術去打他 所以他們一定要核試 我們覺得這個 在某程度上是對的 但是我們再深入一些去看 就是 美國的低當量核武技術 其實他當年推出 他是為了打這個蘇聯的 萬幾架坦克 在歐洲衝進來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用戰術核武打 所以沒錯 當時的想法是打這個 大軍團集結 但是發展到今天 萬幾架坦克的大軍團集結 幾十萬人 就已經很少很少見了 美國也不會 需要動用到 這樣的一擊必殺的能力 來對付 全世界都找不到這麼多軍隊集結 說實話 你打美國也不可能 所以美國現在戰術核武的目標 其實是什麼呢 所謂戰術核武 其實就是用極低的當量核彈 打你一個 一個或者兩個最重要的目標 通常是什麼呢 指揮中心 因為你的指揮中心 一定是一個地下的 堅固的山體造成的崩潰 比如說美國本身的 Giant Mountain 你就知道 它是在整個山體的花崗岩包著的 它可以抵禦千萬噸核彈的打擊 所以美國有這種防禦 它就自然想到用低當量核彈 來打你的地下崩潰 但現在說實話 美國穿地彈也有很多種 使用到核彈 說實話 所以我們的分析是什麼呢 我們覺得它的核試 跟超級電腦都有關係 但如果它真的在羅布泊做這些頻繁動作 它未必是真的做一個核試 但它是做很多其他相關的實驗 而不是做什麼呢 你超級電腦來做核彈的模擬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Modeling要做得對 那你的Modeling要做得對 大家如果有用過MATLAB的東西 你就會知道 你有很多參數要調教 那你的參數要怎麼調教 你不知道 你要有之前的Data 做一個correlation 你才知道 如果你之前的Data不夠 比如說你簽了核筆擴殺條約之後 你不可以再做核彈的核試 你Data不夠 你超級電腦模擬出來 它可以自己告訴你 有20種scenario 可能會變成這樣的 那哪種是真的 我不知道 我沒有足夠的數據來做一個判斷 所以我們覺得有可能的情況就是 它們在做類似核試的這些試驗 但是分開不同的階段做一些實驗 是來完善這個超級電腦模擬 我們覺得這個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而這個準備拿核武去打這個兵團集結 我們覺得這種可能性比較少 當然中國也很想擁有這個低當量的核彈的技術 要達到這個 大家都知道中國現時的超級電腦 其實發展是非常非常迅速的 它有好幾年是洪霸了這個超級電腦的世界排名榜 所以運算能力夠 但是你的data量,你的correlation的modeling不夠 那你就唯有想辦法打一些擦邊球 內地的術語叫做 就是踩降線,做一些實驗 它就肯定都在羅寶寶那邊做的 那就來完善它這個model 讓它之後的simulation可以更加準確 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可能的方向 當然這個 證實不了它究竟在做什麼 中國也否認它在做核試 我們覺得它可能是踩降線做一些 它應該核試就一定有的 但是當中像Simon King剛才說 要為了超級電腦的模型 因為如果這個推算做得到的話 以後它真的不需要用這麼多這些實質的核彈 它電腦的兵推,我們經常都說 電腦兵推和真實軍演 其實應該是相負相成的 大家看漢光的軍事演習 台灣每年都會先做兵推 然後再做一些軍事演習 因為始終兵推都是一個理論上的估算 如果大家知道核彈的東西 當中核爆的量當然可以計算到 但是風速和爆破次之後的破壞力 很多東西如果沒有真實數據的投入 其實理論上的準成度都會差一些 尤其是如果要發展剛才Simon King說 發展這個低當量的戰術核武 這些數據就更加珍貴 所以如果它去玩的話 應該這樣說 華盛頓現在拿著它這個資訊 都不是一年兩年的事 應該都拿了它很久 大家不要以為它是說 今年它們有大量的動作 其實它的報告是說 由2019年開始 他們就觀察到羅布泊的核事中心 似乎有越來越頻繁的人員和設備的出入 所以這份報告其實是說 去年到現在的事 就已經是一直都發生著的 就不是突然爆出來的 所以大家這個要留意 所以這方面我們覺得 大家可以繼續留意 因為任何碰到核事的東西 在國際間的反應都是非常敏感的 是的 非常之大的 要試到其實是不難的 因為那些監測站基本上 就是當時你簽了這樣的條約 其實一定有些監測站在附近的 還有你要試哪個位大家都知道 所以基本上附近都有些監測站 當然如果你問維也納 維也納那邊會不會說沒有的 我相信 大家都知道 他們都說這些監測站是跟那邊有數據連線 是定期傳數據過去的 所以理論上你在做什麼 他大概都有一個想法 但至於Larry兄所說的這些 這些國際機構現時的中肯性 在講老實話 不知道 我們只可以說不知道 我們只可以說維也納那邊 就否認了他們有偵測到任何核事的痕跡 但美國國務院就咬死 一定有這件事 我們期待發展 看看會不會有再多的內幕出來 是的 另外有人說用這件事來反制 現在在台海的情況 我相信這個就未必的 因為這個大家看回 其實如果我們那個推測正確的話 其實都是為了長遠的戰術部署 或者長遠的戰力部署 這個反而是跟他們那個 國土的戰略的策略會大一點 instead of 打台灣 如果打台灣要用到這樣的核武的話 基本上台灣打回來也是廢的 一來打回來也沒有用 二來你這樣用這東西打台灣 台灣發洞禮 他對著你的導彈 他就打上海和廣州 還有其實台灣自己也很多核電廠 就是你上去去 玩自爆也挺恐怖的 玩自爆也挺恐怖的 整件事你大陸本土也會有影響 是 不好意思 如果玩自爆 你搞到台灣變成一個受污染區 你那些海上航道 你都不用只要走 是啊 那你會斷了亞洲的貿易 是啊 還有整個台灣海峽都挺麻煩 變成了受影響的包括南韓 日本 甚至少少俄羅斯 整個航道 大家知道海水不停漂 其實日本那邊都會影響到美國西岸 那你就很容易漂到南海了 南海佔全世界貿易的八成 是啊 那40%的航道主要是經過 所以這個呢 台灣其實都真的有一定的重要性 所以我相信領導人 就應該不會想著炸 就是用核武炸這麼愚蠢的 中子彈這些都是說的 就是如果你說要留島不留人 其實都不合理的 整件事都 你基本上你留不到人 那個島的設施都是為戶土 都是相當危險的 所以呢 就是講這些話大家就真的聽一下 如果有國內網友聽到 不要盡信 有時候大家要思考一下 整件事要怎樣處理一下 即使美國佬跟你打仗 美國佬都不想打死你 他想把你打乖 聽他的說話做生意賺你錢 所以他是不想炸到你變石器時代 雖然他有這個能力 他有這個能力 但他的問題是炸到你變石器時代 那原來做什麼 變得舊石 他找不到食 你發覺你讀《新藥神經》之後 你發覺舊藥時代 新藥時代的神都聰明了 不會再滅世了 真的 滅世很辛苦 滅世完之後很久還未恢復 那你面來做什麼 是啊 鎖多馬 即是滅世 那些核彈 核彈都搞定了你的人 其實真的不需要 他們都要看回怎樣管治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今天的軍會來到這裡 好嗎 好 大家記得訂閱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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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 記得按讚我們的網站 那我們就下集再和大家 軍事套話 好 拜拜